我们继续来关心一下是陈佩奇特别接受了媒体专访 公布了自己的账户明细 分别是五大金流 我们带你来看到包括是长辈的遗产老年年金是500多万元 还有说他自己原本的薪水以及柯文哲的薪资存款 另外还有包括柯文哲在当台北市长时候的相关补助款 以及房贷等等 这些金流加起来大概是1600多万元 试图要解释自己的钱是干干净净非常的正当 但是陈佩奇昨天只开放给特定媒体采访 也让外界批评这样的做法似乎打脸 他们一直以来自豪的公开透明 公布银行账户的交易明细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的妻子陈佩奇 近期全家陷入金流风波 为了自清接受了媒体专访 访问前也特别疏话一番 看起来更显俐落 而针对检方把陈佩奇从ATM提款 和洗钱画上等号 陈佩奇有话想说 我今天来这边跟各位媒体报告的是 我今天就是要证明我们家的钱 都是正正当当清清白白的 重申自己家里的钱都是清白的 包含2017年到2024年 遗产加老年年金一共提领535万元 与原本薪资528万 和柯文哲医生薪资存款171万元 再加上柯文哲竞选台北市长补助款 减掉房贷剩余的230万 搭上林总的通告费 车马费大约164万 全部加总起来总共1628万元 不过总是说自己用ATM提领款 比较方便的陈佩奇 在敏感时刻却被发现 亲赴银行处理事宜 台北市民跟我爆料 在第一银行的信义路上的信义分行 陈佩奇有零贵 做什么事我不晓得 我继续查 台北市议员钟晓平爆料 指出这个时间点还去银行 实在有够怪 是否跟儿子近期回国有关 他还要去查 而且陈佩奇的澄清专访 只开放给特定媒体受访 也被评论员黄益中一阵很酸 他们最喜欢讲出 他们公开透明 坦坦荡荡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认为其实他们根本不需要什么接受 什么特定的 什么三家媒体的专访 他就哒哒哒的 好好的开一个记者会 场地时间任他决定 我相信所有的媒体都很配合 然后让媒体一次问到 你自己嘴巴整天讲说 政策不公开的就好好的闭嘴 结果你也没不适合 不开放让所有媒体发问 陈佩奇特定窗口的对外解释 会留给外界更多疑虑 还是能顺利直写 民众心中自有公平 记者李洛同蓝静发采访报道 下集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